2022年的9月15号 今天礼拜四 今天大盘跌得有点多 跌得有点多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说 未来可期 未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走势 但是要想在未来的上涨的过程中赚到钱 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那就是要无条件的坚守规则 因为我们说牛市是大多数散户亏钱的主要原因 这不是我说的 是这个市场中的大咖说的 而且我认可这句话 大多数人其实亏钱是在牛市里亏的 所以我们过去也经历过很多的大牛市了 但是似乎它并没有给很多人带来财富的这种快速增值的效应 那这就说明大多数人在牛市里面最终是亏钱的 所以其实咱们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强调 就是未来的行情里 如果有这样一波的指数级别的行情 那么大家想赚钱就必须是无条件坚持规则才能够去赚到钱 并且能够落袋为安 那否则的话还是白玩呀 对吧 历史中白玩的次数很多呀 对不对 甚至可能还会亏钱 你往前数一数2015年 对不对 2014年2015年 那很多人就没有赚 为什么呀 2014年的后半年 7月份起来的 券商引爆的 然后涨到年底 谁涨的 券中 所以那波呢 就说满仓踏股 很多人是满仓踏股 就是满仓 结果呢 也大涨了 他的股票没涨 对不对 那是2014年的7月到年底 然后到2015年呢 2015年呢 很多人这个一看这不行啊 这不赚钱啊 然后就换到这个权重嘛 结果呢 2015年的上半年 创业板涨了半年 涨到2015年的年终 也就是说 2014年的下半年 到2015年的上半年 他很清晰的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权重 第二个阶段是小盘 而有的人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然后最后呢 2015年后边的下跌 对吧 那就不说了 那对吧 很吓人 所以你看 2014年的后半年 如果你做的是小盘 满仓踏股 2015年的上半年 如果你做的是权重 又是满仓踏股 2015年的下半年 完了 很惨 所以涨 你没赚钱 跌 巨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上涨周期 牛市 是大多数人 亏钱的主要原因的 其实这句话 还真的是对的 所以我给大家说 一定要坚持规则 哪怕被规则所伤 你都要能够 无条件的坚持规则 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波 指数级别的 波澜壮阔的上涨行情里边 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 如果你还是我行我素 那咱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讲课的第一张图里边 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逻辑 你看这一波 今天虽然大跌 对吧 虽然大跌 但是咱们教室的同学 没有过多的一个抱怨 这很好 这很好 当然也会有个别的同学 就觉得老师 那我这咱前几天买的四成仓 完了再跌成这样 你如果是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倒霉 相反你会觉得 我们这一波是很幸运的 为什么呢 第一 第一 节前的最后一天 收盘价格和小白龙的上轨差了三个点 没有突破 所以我们节前是四成仓过节的 没有买 对不对 节前没有买 四成仓过节 仓位呢也不算重 对吧 零五成以下的吗 算是小仓位 节后的第一天 又是差了三个点 就又差了三个点 然后呢 没有突破小白龙 所以咱们也没有买进去 还是这个清仓 还是清仓 然后 然后 昨天是跳空加库粮 而且这个跳空加库粮 昨天 这个操作的规则上 是什么呢 是大于我们标仓的同学 而且要按照昨天这个趋势下的库粮呢 应该把仓位降回到标仓 甚至标仓以下 你看 你看这个运气成分 对吧 第一 第一 连续两天差三个点 没有加仓 然后 昨天 大于标仓的 还给了你一个 减仓的信号 对不对 然后今天呢 出现了这个大阴线 出这个大阴线呢 这是 这是咱们的运气一 还有运气二 运气二是什么呢 咱们这次的四重仓呢 因为主角是上正五零和呼声三百 所以我们说要测权重 测权重 而今天的主跌是题材类的 赛道类的股票主跌 而以上正五零为主的权重呢 他们跌的很少 上正五零指数基本上没跌 对吧 指数是平 基本是没跌 然后呼声三百呢 虽然跌的 但是也没有上正指数跌的多 对吧 那比这个深圳城市和创业板跌的 就跟他们比就跌的更少了 对吧 如果跟国正两千相比的话 国正两千今天跌了三点零四 所以跟他们比起来的话 呼声三百和上正五零跌的都不算多 所以咱们的四重仓呢 又测了权重 对吧 测上正五零和呼声三百 所以这是运气二 所以今天这个大阴线 第一我们仓位轻 第二我们的仓位呢 又在测权重上 第三呢 昨天大于飙仓的你还减了 然后节前和节后的首日呢 还没有把我们骗进去 你看 这些都是 规则带给我们的运气成分 当然我 大家看这个图呢 我截图呢 是很客观的 对吧 我们并不是去炫耀咱们这一次规则多好 我们把上一次的这个操作呢 也把它截出来了 并不隐藏 也并不去隐瞒 对吧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这就是你没认识的冯老师 老冯 对吧 咱们很客观 上一次呢 就没有这一次运气好 对吧 他完成了趋势的突破 趋势突破 趋势突破了 因为我们当时底部没有底仓 对吧 所以这个趋势突破呢 我们就得买四成 买半层 再买半层 就得买一点 然后呢 然后过两天又破了 对吧 这是个大阴线 那这就没有办法 这就是被规则伤害的 然后呢 还一笑而过 对吧 你伤害了 我还一笑而过 这就是被规则所伤的地方 这是这次呢 是运气 在规则上 我们所坚持规则带来的运气 那我对比这两次呢 就是想告诉各位 规则它是很真实的 它不是模棱两可的 它也不是让你逢高和逢低 左右逢圆 也不是说每次都是老逢都是对的 对吧 所以 所以这张图 两个地方 我告诉各位的就是一种客观 规则的客观 有对有错 这才是真实的 这才是客观的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 你在第一次 想这一次算第一次 这算第二次 你在第一次 坚持了规则 突破买入 破位卖出 你觉得 规则不好 对不对 老师规则不好 于是乎 在第二次的时候 你不坚持规则了 你觉得老师 小白龙规则不行 我不用它 所以呢 所以 这个 在节前 你可能呢 这个中仓了 或者是满仓了 对吧 然后 然后今天 跌了 这次规则呢 它又好用了 上次规则呢 伤害了你 你按规则伤害了你 第二次呢 你没有按规则 市场又伤害了你 然后第三次 下一次 你觉得不行 还得按规则 不按规则不行 结果第三次按规则 规则又伤害了你 会不会这样呢 会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总是变来变去 你总是变来变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按规则的时候呢 规则伤害你 你不按规则的时候呢 市场伤害你 规则是对的 市场伤害你 也就是说 你两头都不是人 对吧 两头都错 这个就是这样的 你说老师 那我凭感觉呢 凭感觉也是这样 有可能这次感觉是对的 下次感觉就是不对的 对不对 所以一切的交易 它其实都是这样的 最关键是按规则呢 它不会有大的伤害 就是规则错的时候呢 它不是一个大的伤害 它是一个小的伤害 而对的时候呢 它又很好 对吧 它又很好 所以这张图呢 告诉各位的意思就是 规则要建立 并且要无条件的坚持 我很客观 并不是只给你讲 这一次多么的幸运 而把上一次呢 我们不幸运的给你隐藏起来 不让你看到 丢人 这么多年了 大家也知道 老冯不是那样的人 对吧 功是功 过是过 但是我们要从里边呢 总结经验 所以规则坚持 要无条件的坚守下去 好吧 因为老师很难 那肯定很难呢 对不对 规则是控制我们的人性的 规则是控制我们的情绪的 那当然很难了 对不对 不难的事情 反而是陷阱 你想想是不是 顺着你的意思的 那反而是陷阱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两个人聊天 你跟一个比你成功很多倍 很优秀的人聊天 你觉得聊得很投机 你感觉这个 你们俩就是 这个三观什么 都是一致的 就特别投缘 特别好 你觉得 这么多年 没有找到这么 这么贴心的 这么三观一致的 这样一个人 对吧 而且他还特别有钱 特别的优秀 特别的成功 比你优秀的多 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傻乎乎的认为 真的是这样 不要傻乎乎的认为 真的是这样 是别人降维打击 他让你觉得很舒服 明白吗 实际上你们俩的差距 仍然是天差地别 只是聊天中 他让你觉得聊天很舒服 实际上你跟他的差距 是十万八千雷 明白了吗 所以交易也是这个道理 也是这个道理 顺着你的意思的交易 他往往是有问题的 所以坚持规则 规则再难也得坚持 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 今天的这个盘口 今天这个盘口 今天这个盘口呢 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今天有位同学也 问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从 从背离 你看MCD 从MCD的背离 从这个背离 开始 到能量守恒 对吧 我放框的这个区域 就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里边 触发了三次背离 触发了三次背离 放个水平红线 你看 你注意看 从第一次背离 第二次背离 第三次背离 这三次背离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股价是没有跌的 股价最终是 基本持平 对不对 你看我画了一个水平红线 就第一个背离 到能量守恒的地方 对不对 到能量守恒的地方 下边能量守恒 对不对 到能量守恒的地方 左边是 第一个背离的位置 右边是能量守恒的位置 这个过程 股价是没有跌的 股价是横着走的 这就是下跌 途中的横盘 而这个过程 所对应的下方的 MACD的DF 在干嘛呢 在干嘛呢 在 从 偏离 背离 到守恒 我最近几天给大家讲 MACD的核心 偏离 到守恒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趋势下 如果你想赚钱 我们说赚的是偏离 到守恒的钱 记不记得 赚的是偏离 到守恒的钱 所以你看这个阶段 从第一个背离 到守恒 股价是没有跌的 就这个过程 你确实是不容易亏钱的 但是 它也没有那么容易赚钱 它也没有那么容易赚钱 你比如说 今天这个案例 对不对 你看早晨一下跌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季度 还要多 对吧 以一分钟 一分钟 把它 如果等于一天来进行 这个等比例 这个放大的话 一分钟当作一天的话 那这一天不就是一年吗 一年呢 一上午就是半年吗 那一小时不就是一个季度吗 对不对 一个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跌了一个季度 还要多 四个月 四个月 那不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今年前半年吗 对不对 一月十一号跌翻趋势 跌到四月二十七号 对不对 相当于 整个的这个下跌 对吧 是不是跌了很多了 是不是 MCD是不是也一直从 往下偏离啊 程度是不是也很高呀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从今天的第一个背离 低点开始 如果按照天为单位来进行这个同比例放大的话 第一个背离你觉得它不会涨吗 是不是涨的概率特别大 对不对 涨的概率是不是特别大 第二个背离 第三个背离 是不是涨的概率都特别大 跌了一个季度 还要多 跌了四个多月 MCD就没停过 一直在跌 一直在偏离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它确实在完成能量守红的过程中 它确实没有跌 确实没有跌 但是你看后边 完成能量守红之后 后边继续下跌之后 顿化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背离的过程中 如果去买了 去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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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做股票的 或做指数的都一样 尤其是做指数的 对吧 因为小白龙下午 我说我不能做 对不对 总有同学呢 就不想听我的 就总觉得我好像 挡了他发财致富的这个美梦 那你比如说 这三个背离 对不对 如果说你在这做多 能量守恒的地方 如果你不卖 对不对 能量守恒的地方 你可能也不会卖 好 后边断化 背离条件 那你也不会卖 对不对 你还在想着买呢 好了 后边结构形成 你还在买 对不对 这结构形成 然后又断化 然后又结构形成 对不对 这还是买得 对你来说 因为你趋势下吗 你要做趋势下吗 对不对 前边的背离 你也不会卖 后边跌出顿化 又有新的背离 你还在买 然后呢 然后还没涨 又跌出顿化 对吧 又跌出顿化 又跌出顿化呢 你还没法卖 对吧 然后一直到最后消失 好了 也就是说你要 从第一个背离开始做多 到这 整个这一段 你能扛得住 扛不住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 小白龙上 他很好扛啊 小白龙破 我就不玩了呀 对不对 小白龙我突破 买了小白龙破 我就不玩了呀 对不对 清清楚楚 简简单单的呀 但是我图中画的这个大疙瘩 你扛得住吗 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了一个观点 就是未来你看对了 它是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对吧 上升指数的月线的三浪啊 日线的三浪啊 什么什么 对不对 扛不周期啊 你都看得很好 很坚定信念 但是呢 看对了 结果你做错了 做错了 我说过几种方 几种 几种做错的 这个可能性 其中有一个就是 你可能在 波澜壮阔的大涨行情之前 你爆仓了 哎 你没钱了 你虽然判断对了 未来会有大行情 但是你在最后一跌里边 爆仓了 对不对 哥雷厄母 哥雷厄母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给大家讲了很多遍 包括股票 我们也说 小白龙下的是轻易不做的 对不对 轻易不做的 你说老师我 这个这一波不是权重的可以吗 这一波权重的可以做贝利 这一波偏利的比较大 但是你也要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呢 他从偏 他从第一个背离到守恒 他如果不涨的话 你也得先出来 你也得先出来 对吧 你等他趋势突破 你再买就行了 因为你要记住 趋势下的利润 就是偏离到守恒的利润 守恒之后 能不能接着向上趋势性的上涨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明白了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 后边能不能趋势性上涨 那是小白龙趋势的力量 跟贝利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如果你要做贝利 你要把期望值降低 你做的是偏离到守恒之间的利润 你不要上来就希望后边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你买了之后 就是历史的打低点 后边大涨 你这个思维一定会害了你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对了 而做错了 而做错了这件事情 有几种表现方式 其中一个就是 你看对了 但是没有钱了 为什么没有钱了 最后一跌把你跌没了 这是最残忍的 对吧 4月27号那一波就有这种情况 4月27号那一波的前几天 速度很快 对吧 基本上当时我给大家讲 肯定会有报仓的 没有报仓的 也有追加保证金的 那追加保证金的还好 没有报仓对不对 那报仓的呢 报完4月27号起来了 你看多傻 多难 对吧 所以趋势下 大家一定要谨慎 我给大家说的 小白龙下步 这是有道理的 你可以不听 但他确实是有道理的 你如果总是忍受不了趋势下的 这个反弹的利润 那我也不说什么 但是你自己要 控制好风险 对吧 而且并且你心里面要 心知肚明的知道 小白龙下的利润 就是偏了一道守恒 守恒之后 能不能涨的不一定了 但是小白龙上的就不一样了 小白龙上的利润 他可以无限的向上放大 一直到小白龙破位 对不对 而且破位还有可能是金针探底 所以小白龙上的利润 那空间是很大的 而且你想象不到的 但小白龙下的利润 就是偏离到守恒的利润 对不对 再说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 我们原来给老同学讲过 对吧 教师里有估计 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 应该都听过 我们曾经也用它规避过风险 就是券商的指数和上证指数 它俩进行盘中叠加 就经常有同学问 老师盘中到底看什么呀 看什么呀 这你肯定要盘中要看的 对不对 券商和上证指数分时线的叠结 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你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细节 就是什么 就是出现券商向上涨 而上证指数往下跌 或者是上证指数不跟 你看今天的第一次 就是券商涨指数跌 对吧 下面这个是指数 上面是券商 你看第一次就是 券商涨指数跌 形成了今天的大高点 第二次是券商发力 然后指数基本没动 然后形成了后边的大跌 对不对 你看这个技术 咱们是不是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盘中钉盘钉什么 对吧 盘中钉盘钉什么 这不就是你要去钉的吗 就这两个地方 其他地方都是同步的呀 你看 你看其他地方都是同步的呀 你看 对不对 你看其他地方都是同步的呀 你看都是同步的呀 对不对 就这不同步 就这不同步 就两个地方不同步 两个地方都是高点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在十点的时候 十点零四哪呢 就这 对吧 在这 今天十点其实还没怎么跌 对吧 在这给大家写了一段话 我说这种风化呀 最怕的就是权重放弃抵抗 那基本上就是泥沙俱下 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 因为老师那小今天不也这样了吗 是 但是你类似于今天这种 你经常见到吗 对不对 不经常见到 所以这种是概率小的 但是如果权重不抵抗 基本就是泥沙俱下 对吧 其实今天也不算是特别泥沙俱下 对吧 你看权重50也没怎么跌 对吧 忽生300比这个国政2000和创业板跌的都少 因为创业板跌了3.18 对吧 忽生300跌的不到一个跌 权重50跌了0.06 跌的更少 所以其实也不算特别的泥沙俱下 对吧 泥下了 沙还行 对吧 这是第一个 通常的情况下 就通常这个是大概率 这个是大概率 就是权重横盘 个股弱势 其实今天也 如果从上正50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是负荷的 对吧 上正50是横盘 个股比较弱 所以第二种是常态化 第一种和第三种是小概率化 第二种是常态化 第三种是什么呢 就是最好的格局是动动背力逆转 今天动动背力向下 对不对 突然动动背力向上了 然后权重也涨 个股也涨 然后 对吧 这个百花其放 就这种也是小概率 当然也出现过 对吧 也出现过 所以这种大的分化呢 就像今天这种开盘之后 在十点前的这种大的分化呢 你就要能够在心里面明白 这个 就把这句话应该想到 那所以想到这句话之后 那你就应该想到什么呢 想到今天小盘古基本是废了 除非动能背力逆转 否则今天小盘古肯定是废了 对不对 那 那大概率的情况是什么呢 大概率的情况是 如果今天持有的是权重 那么在今天这种大部分化里面 相对就会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 泥沙巨下的情况的话 权重也会跌的少一点 第二 大概率的情况下呢 权重是横盘不跌 对不对 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的话 那 这个百花其放 权重是涨的 所以你看这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权重是涨的 个股也涨 第二种情况权重横盘 第三种情况 泥沙巨下权重跌的少 所以这种风化 见到这种风化 你心里面就要想到这句话 对吧 从而呢 我们说测权重 那在今天这种大跌里面 我们的仓位呢 有轻 所以基本没有上汗 对吧 如果你仓位重的话呢 那毕竟它也是跌的嘛 对吧 你忽生三百也跌了将近一个点呢 对不对 如果你满仓的话呢 那今天这种下跌 也是有大的伤害 所以说我们仓位又轻 又测权重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所以这些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对吧 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再看上周五零 指数呢 今天没怎么跌 对吧 没怎么跌 然后呢 我们看行业一级里面 今天领长的房地产 银行 保险 就这三个 是比较突出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这 你看这 金融 金融占比百分之三十多 我说过的 这是上升五零的 这是上升五零的 你看它的占比 金融占比最大 对吧 这是金融的占比最大 而领长的 除了券商 这个 这家伙跌下去了 对吧 银行和这个保险 人家都是强势的 银行和保险都是红的 都还是红的 都还是涨的 就券商那个跌了6.78 对吧 银行和这个保险都是涨的 今天指数之所以这样跌 跟券商是有关系的 如果券商也是红的的话 也是红的的话 今天可能泥沙巨下不了 对吧 泥沙巨下不了 所以今天上升五零 为什么要相对强一点 就是因为领长 基本上都在这个泉中里面 好 我再说一下这个尾压器 有很多同学又不记得了 这个地方呢 咱们的标仓四是不变的 有同学就不太理解了 那不变为啥不变呢 这个地方呀 它其实风险系统不大 再加上咱们这一次 从买入到目前呢 基本上是没有价差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标仓是不变的 然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先说操作 然后再说这个为什么 标仓不变 并不代表说 你的股票 有风险了 要死扛 这是不对的 因为咱们的教室 从大家进到这个教室的 第一天开始 我就告诉各位了 咱们教室是有一个铁律的 咱们教室是有一个铁律的 什么铁律 小白龙下不玩 对不对 小白龙下不玩 破小白龙肯定是要走的 破小白龙肯定是要走的 甚至于小白龙下的 也轻易不要去做 你看指数类的 基本上我就是 建议不要去做小白龙下的 那股票类的呢 股票类的其实 这个没有特殊的情况下 基本上也是不做的 你看这个地方 你说权重偏离的 有背离的 我参与参与 那也还可以 对吧 但大多数食物 其实也是不做的 对吧 你包括咱们4月27号 那一波 对不对 也是做小白龙 这个展示突破 逾越龙门 九龙西路 所以咱们教室 是有一个铁律的 这个铁律 就是小白龙破位 是不玩的 小白龙上你能不能卖掉 咱们不说 小白龙破 是一定不玩的 你说这个铁律 老师我卖了之后 会不会有涨了 卖了之后 会不会有涨了 对你有什么伤害呢 没什么伤害 无非就是觉得不舒服 但不舒服 是你情绪造成的 对不对 从你的资金的角度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不舒服是情绪问题 跟资金其实没有大大关系 但是 如果小白龙破位 你接着往后边的下跌 它可能跌很久很久 对不对 你自己看一看 券商从趋势破位到现在 跌了多少时间 对吧 上升五零 跌了快两年了 如果你坚持小白龙破位不玩呢 这些伤害根本就伤害不到你 而这些伤害不是情绪的伤害 是资金的伤害 你卖了之后又涨了 只是情绪上有一定的伤害 资金上没有什么伤害 少赚钱那不叫伤害 对吧 少赚钱那叫伤害吗 少赚钱不叫伤害 你不要误认为 这个市场的钱都是你的 对吧 你有这种 那种假想 那你就很痛苦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买 然后有的 只要一涨 就觉得 老师我错过了好几个亿 就很痛苦 结果买了之后发现 都涨就你的不涨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现实 所以股票 股票 所以做多指数 对不对 加强势股 加强势股 那指数呢 小白龙下是不做的 所以 所以这四种仓 做的应该是股票 对不对 那股票呢 就涉及到 如果它是 设置到卖出了 卖不卖 卖 你股票设置的卖点 触发卖点 是一定要卖的 比如说小白龙泡泪 卖掉 袁老师 我做的是贝离的 贝离后边 你可以用心底止损 也可以用定额止损 也可以用顿化 消失止损 三选一 选一个 你自己能接受的 有的同学 顿化消失 接受不了啊 那你就不能用 东华消失 东华消失 可能跌的比较多 那就用定额 对吧 定额 定额10% 我也接受不了啊 那就用心底 对不对 然后心底 我也接受不了啊 那你就别玩 对不对 那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呢 就跟投资是一样的呀 这是个项目 你投吧 但是有可能亏啊 那算了 我不投 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对不对 那是股票 那我股票卖了之后 我就空仓了 咋办呢 对不对 你标仓是4 我空仓啊 没问题 看尾压器 上证指数的5和15的小白龙 这就是尾压器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空仓的 任何一个地方啊 不一定是这儿 也不一定是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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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地方 你的股票都有可能出发卖点 对不对 空仓的 那 我空了之后 我回补吗 不用回补 等到他突破 5和15分钟小白龙的时候 再回补 明白了吗 比如说明天又跌一天 你今天是空仓 明天又跌一天 OK 那你空仓 对不对 后天又跌一天 好了 你还是空仓 那明天就直接突破了 好了 四种仓回来 明白了吗 所以并不是标仓不动 你就拿着你的股票不动 不是这样的 你像前一波 对吧 你整个从破位一直到 整个这个过程 任何一个地方空仓 你都不用买回来 任何地方空仓都不用买回来 等突破再买回来 从这儿再买回来 明白了吗 这就是咱们的尾压器规则 所以你看咱们降丝里边 有仓位规则 对不对 有小白龙的规则 有发二一 有发二二 有尾压器的规则 这些规则你用啊 对不对 你用啊 都把我急着都快没头发了 你用啊 坚持规则 无条件的坚持规则 就行了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 咱们明天再见 没有改成失误啊 五合十五 一直都是五合十五 五合十五 谢谢大家 有个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